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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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非常高興 有機會代表執政院來參加頒獎聯盟 首先呢 我要恭喜大家 同時呢 要向大家致敬 因為這麼多年來 我們護身機關是政府單位裡面 一直最受到人民肯定的單位 我要向大家致敬 但是呢 也要感謝大家 更要恭喜每一個得獎人 不管是哪一個形式的獎 或是哪一個單位 或是哪一個區域 哪一個縣市政府 但是我看起來都有幾個共同的特點 第一個呢 得獎的機關 或得獎的個人 表現都非常非常傑出 第二個呢 也都便宜用創新的精神 額外付出在工作上 和贏得人民的鼓勵 第三個呢 也能夠應用現在的科技 讓整個服務呢 能夠越來越好 然後市民如親 然後服務民眾 那樣的精神慢慢呈現之後 護身機關 受到人民的肯定 一直持續到現在 第二個呢 除了說我們的服務態度改變 用同理心 把民眾 尋求服務的民眾 從當作自家人家的服務以外 我發現我們也全部電腦化了 科技化了 過去有手寫的 現在變電腦化了 那第三個呢 是跨域的服務 你在台北在任何一個縣市 都可以得到附贈的服務 那另外一個呢 我們資訊也更公開了 這一點要感謝葉部長 有國際的格局 我們統計的資料已經公佈51種 那根據英國知識基金會的調查 已經連續兩年 把台灣列為第一名的國家 那換句話說呢 這可以讓國際更了解台灣 那另外呢 我再補充一點 其實也非常有感的 就是剛剛葉部長講的 這個附贈一條樓 你可以尋求各種服務 你不要找很多單位 不用走很多單位 那這個人民 可以節省人民很多的時間 對整個國家的進步 國力的提升 也都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那最後我也要感謝 這個台南市 這個附贈機關 今天也有得獎 這也是永昌附贈事務所 我們的這個附贈機關 就發揮行動服務的精神 那未來我們希望 持續精進 就是說 未來民眾 有很多的附贈機關的服務項目 可以不必到附贈機關 再一次感謝我們全國 所有附贈機關的同仁 還有這個志工 感謝你們 祝福大家 7月份附贈月 大家 都能夠進行他的快樂 身體健康 精神愉快 家庭們們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